大家好,我是开白的卷王 今天教大家怎么用ChatGPT再加上简映自动生成自媒体的一个视频 不得不说现在的自动化工具真的是特别的方便 可以看到这里它是需要升级plus的 我没有升级升级plus之后它的数据就能成最新的数据 不然的话数据都是2021年之前的一个数据 好的,我们今天来试一下 这个是它的一个页面 假如说我是一个娱乐博主吧 娱乐博主追星的 我来输入随便一个标题 盘点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10个韩国女演员吧 女艺人这样子来试一下 10个韩国女艺人 然后点击输入发送 看到没,它就会自动的给你列10个人出来 10个人是有了 但是的话这10个人虽然我也不认识 但是的话这样很显然是不行的 我们让它更加丰富一点 继续在这个框里给它输入 还是这10个人 还是这上面的这些人 然后文案的话更加口语化一点 因为的话我们要用自媒体 要用说的方式去给大家展现出来 每个人尽可能的再详细一点 不然光有一个名字的话 这样看显然也是不行的 然后输入完了之后 点击发送 看到这次它就会更加的详细 这些人虽然我也都不认识 但是的话应该不会差 应该不会错 他演了哪些电视应该不会错 这怎么卡了 它卡在这了 那我们重新再输入一遍 重新再输入一遍之后 可以看到它还是会继续的 给你罗列文案 然后之前的文案也会有所保留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非常的详细 演过哪些电视剧他都知道 只要我们一个一个去写 一个一个去编的话 那肯定很费劲 第九个 第十个 我也不认识 第十个他这里又卡了 我们先关了吧 这些人我不认识 我加一个我认识的吧 好吧 我加上我把全之前加上 全之前的话我还是比较熟的 现在的话 全之前有了 然后整个文案也都有了 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些文案复制到 复制到简印上面去 这个文案也是非常的详细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它也不是说排名 就是十个人 是来测试一下 简印这里有一个图文成篇的一个功能 我们把这个文案 整个复制 Ctrl加C 复制 然后粘贴在这里 粘贴在这里 注意一下 它这个粘贴过来 它是没有那个一二三四的 所以我们先把这些 杂乱的一些东西给它删掉 比如说把标题给它删掉 然后的话 我们还需要手动的去操作一下 去优化一下 这个图文成篇这里面的一些内容 然后它这个前面的一个序号没有 我们给它加上 第一个第二十 第三十十 第三十谁谁谁 然后这里的话就给大家快进一下吧 最后把全值弦也加上 好的 文案现在有了 有了文案之后的话 最后再加上一句 你还知道哪些人呢 显得更加的自然一点 最后我们把标题一输入 标题也在这里直接复制就好 盘点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十个韩国女明星 女明星女艺人其实都可以都无所谓 注意一下这里的话 这个配音的话选择娱乐八妹 这里有很多的这个音频 各种各样的一个音缘也都有 我们选择娱乐八妹 因为我们是娱乐博主嘛 现在 好 自动开始生成视频 它这个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好的 现在可以看到视频已经生成好了 哇 真的 太棒了 太哇塞了 我们来听一下 不仅是歌手 还是演员和主持人 他的歌曲分隔多样 擅长唱情歌 也有许多快智人口的流行歌剧 第二是 开业的一名 大概 没有什么问题 每个人也都有照片 网金之院 每个人都有照片 这里好像 这个照片怎么这么长呀 人我也不认识 稍微处理一下 这个生成的视频 也是需要我们手动去处理一下 这里的人明显是对不上的 你看 第七个就没有嘛 好 我们把这里先拆掉 这个删掉 到时候第七个 这个谁 这个人 然后的话 我们去网上找一个图片 然后的话 再把它删掉 然后再网上找一个图片 然后再把它拖进来 就可以了 也不难 很简单 第八 这个我不知道 是不是啊 照片对不对 我不知道啊 这个 一行有一行的门 全职线也有了 全职线也有 声音也OK 声音也OK 整体上还都算OK的 这个就是 拆的GPT 可以看出来 非常的强大 非常的方便 为我们省去了很多的 很多的功夫啊 好的 现在我们再来做一下这个封面 因为好的一个自媒体是需要封面的 我们就用 这个 爱佑李志恩的这个头像吧 在这里输入一个标题 还是那个标题吗 盘点 在中国 在中国 知名度最高的 韩国女明星 或者说韩国女艺人 然后给她排个版 然后的话 颜色给她换成粉色吧 粉色啊 这里是粉色 然后的话 字体给她编一个字体 更像自媒体一点 然后再给她 最后再秒一个边 秒一个黑色的边 这个封面就已经好了 看到这里的话 整个视频也做的差不多了 你学会了吗 点个关注 好